另外一件事家暴骚扰 然后被家暴完还骚扰人家 还跟踪当事人 又说他已经被抓到了 还继续跟踪当事人 请问一下这样子 你说要尊重更生人 问题是他们是犯了刑之后 继续来做 所以我们这样讲 现在民众党 现在的柯文哲 遇到的问题 已经不是只有仇女了 而是你很想象 一个只有四年的政党 他基本上跟黑刀挂钩的状况 已经到这么深刻的一个情况下 又加上个高鸿安 那你觉得朱立伦跟柯文哲 见到面的时候 先要说高鸿安这事情 该怎么处理 先把高鸿谈完 我们再谈 谁来政策来负吗 所以这问题 现在已经变成这两个党 最大的负担了 好 蓝白准备谈了 那郭台铭怎么办呢 郭台铭已经蓄势待发 就准备要选了 然后他昨天突然喊出说 我自己无党无派了 我出来选 大家挺我 结果没想到 后来改口说 会这样问 是在对隐性的选民 做民意调查 然后郭伴还说 不是可恶 也不是宣布参选的意思 奇怪 郭董已经准备了那么多 也打算要撒钱了 也要弄看板等等 就只差参选了 那为什么要再三的扭捏呢 要请教郑浩 为什么郭台铭不就干脆一点 就宣布参选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扭捏作态呢 没有啦 因为他 他有SOP 他要把所有这个 肇事办完之后 再宣布 他有SOP 民调一直掉呢 还不宣布 对 所以说他最近民调一直掉 因为他变政治方躺进嘛 一下要选 一下不选嘛 对不对 所以郭台铭呢 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很生气 很容易暴怒 焦躁 一怒 他这个上礼拜是骂这个 国民党跟民众党都只打我不打赖金德 痛骂了嘛 对不对 昨天去土城的庙 也生气 为什么赖金德民调这么高 我不相信 要投赖金德站出来 你们去当五年兵 把赖金德臭骂一顿 今天这个最新TVBS民调出来 不由得你不信嘛 对不对 TVBS民调赖金德是一路 5月18从27 6月16 30 7月26 33到现在37 仔细看 这边是有的 赖金德是一路上扬的 27 来 导播可以带到 27 30 33 37 一路上扬的 对不对 反而是侯友宜一只掉 30 23 25 22 柯文哲也掉 23 后来33 32 28 柯文哲也掉 所以不由得你不信嘛 郭台铭呢 更低 郭台铭他连做都还没做 现在还没有在 可是郭台铭以各家来看都10%以下 所以郭台铭一定很焦虑嘛 因为他的主要对手还是觉得是赖金德 赖金德一直往上爬 可是他自己却在往下掉 所以他很焦虑最近在骂人了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那他呢 未来最后一铁白胡堂是什么 超能力嘛 对不对 他就要大撒币了嘛 现在看板说250面嘛 办大造势嘛 说进走在板桥嘛 对不对 然后看板全部真的挂250面 第一面就挂插在高雄嘛 本命区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电视场右上角真的看板嘛 对不对 有曹环荣 陈若翠 黄柏林 陈美娅 李明璇嘛 对不对 结果呢 国民党拓面至干耶 假装没看到耶 连考机会都没开耶 对不对 曹环荣说什么 看板是脸书 照片是脸书上抓的啦 这边那么多选举过的 脸书上抓的照片 可以放看板吗 不可能 解析度会有问题嘛 对不对 我们挂看板 一定是要我们原始拍照的 好几妹的原始党嘛 我问你郭大明 为什么会有曹环荣原始党 对 为什么会有陈若翠原始党 为什么会有黄柏林原始党 为什么会有陈美娅跟李明璇原始党 给的嘛 对 可是明显说 这些小鸡私下给郭大明 明显说角度那么差 对明显说 如果你先问我 我会给一张更好看的照片 这么烂的理由你们也吞 这么烂理由也吞 这就是拓面至干嘛 对 行家一看 这是进办给的照片嘛 对啊 国民党没有要出力啊 国民党就是糊弄 他们有说 因为昨天余将有说 为什么不处理 他只是说郭台铭强力支持啊 没有说 他们没有说支持郭台铭啊 所以他们在玩插边球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们在玩插边球嘛 散得过 然后这些人就随便给个理由嘛 给个理由国民党就吞嘛 糊弄一下 国民党不只吞 你都还帮他解释嘛 不是你看那曹安龙那一张 你也觉得说那一张感觉怪怪的嘛 然后怪怪就是脸书头一张 没错啊 他好像批那个毛巾 不是 那是国民党 不是 你就没有去他脸书看 这个是国民党的围巾 不是毛巾 因为他只截一半看人家毛巾 这个就是原始党嘛 就是说明明这五个人就照片这么漂亮嘛 对不对 不用再讲来 对不对 那郭台铭在干嘛呢 这蚕食金吞侯友宜嘛 这对侯友宜来说都很伤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我觉得林涛讲是对的嘛 现在有仔细看哦 这份民调哦 侯友宜哦 跟柯文哲哦 在国民党支持者中哦 侯友宜哦 从70变67 柯文哲也掉22到19 也掉 不耐烦了嘛 就涛哥讲不耐烦了嘛 对不对 你吵来吵去 所以对郭台铭来说 好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两件事 第一个超能力 超能力下去之后呢 我要去做联署 联署之后呢 有机会呢 看跟柯文的谈 谈成功之后去并吞侯友宜嘛 这个并吞什么叫并吞 就是我跟郭柯一合作之后呢 我民调会往上 侯友宜就会往下 对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问侯友宜 你要不要团结 你不团结你变罪了 你会被气饱 对 那你团结后 大家就再来拼民调 对 其实我发现郭台铭 特别针对侯友宜 他的近半挑在板桥啦 然后说距离这个 只有600公尺跟侯半 这摆民的不就是要 他跟侯友宜有恨嘛 他跟侯友宜有恨嘛 有恨 他整个局目的 要搞死侯友宜嘛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郭台铭 当然了 现在民调是不断往下 可是那个好处 一般候选民调往下募款会困难 这个支出 郭台铭没有这个问题 支出会减少 他刚好相反 民调往下支出增加 对不对 超能力催 所以会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未来一个月很有趣 因为未来一个月 的确对郭台铭来讲 现在不光是宣布的问题 现在已经是各种动作 都已经做足了 杰明哥 这个禁办挑在板桥 跟侯办只距离600公尺 这显然针对性非常强 当然是针对侯友宜 你看郭台铭的个性 了解他一下 如果他真的觉得 对方有敌意的时候 他真的是上穷必落下皇权 一定要把对方打到 这个往死里打 这是他过去 这个我们说的 在商场上的一个特质 但我要说一句话 有些东西很真实 行为数就老实数了 行为数之前反对郭台铭 可是他却讲给侯友宜听 内容我要知郭台铭 侯友宜我真的要快哭出来 为什么这么说 还记得23号的时候 郭台铭刚刚去金门 那理论上你在金门 应该休息一下没有 结果他金门一结束 立刻飞机直飞信义区 23号金门 那我现在侯友宜 那时候从金门回来的时候 还不知道干嘛的时候 人家侯友宜就上到台北 然后去这个慈慧堂 然后做庙口开讲 确实是没有国民党的 这个议员 没有国民党的代表 但是里长该到都到了 9位信义区 1位南港里长 10个出席 而且里面呢 很多是国民党的 所以告诉我一件事情 你说只有一个案例吗 请问最后说 其实23号只是小菜 12号 8月15 8号 基本上都来 而且还特别到老人 这个共餐去看 食物银行的运作的情形 他说人家跑台北 但是这跑的过程当中 我见不到你侯友宜 你侯友宜在哪里呢 他又说一句话 这两天我发现郭台铭跟赖清德 都到台北市 对我们在去 我没有看到侯友宜 对秦桂书又说了 真的是 秦桂书又说 8月21号这次最惨 因为陈启祥出现了 而且重点是陈启祥跟赖清德 还做了一件事情 我看侯友真的要哭了 因为我们现在说议长 目前为止 议长跟前县长 比较支持郭台铭的 都是以台中以南 最近有杀到苗栗 对 但是还没有听说北北基陶 对不起 现在出现了一个前议长 就是陈景强 然后他们还闭门 闭门会谈 这个闭门谈 你想想看侯友宜能够跟谁闭门谈 然后接下来赖清德 也会按这个方式到台北市 各个地方拜庙 而这拜庙的时候呢 对不起啊 你只要拜庙 不论是蓝的绿的白的 你都要出现 因为那个重点不是 这个重点不只是他 而这个庙 其实是这些人都必须去的 我们知道这地方公庙里面 庙的位阶比较高嘛 你不论是蓝的还是绿的跟白的 你在那庙的位阶里面 都是要去 那人家去拜庙 你能不来吗 反正要选中的你都要去嘛 对嘛 你不来 你对这个庙公也交代不了 都没看到侯友宜 所以秦卫术会紧张 他说秦卫术说过来台北走啊 侯友宜却非常遭 台北市出现嘛 这会造成 你根本不重视台北市基层嘛 那侯友宜在北调 北市的民调也不高啊 现在互动也比较少啊 所以侯伴一定要针对这件事 做好加强的规划 然后其实我讲到这边 我就觉得够了 可是你知道 这个秦卫术又开一枪 什么一枪说 你现在南投 副委长张画苗栗都已经不挺你了 你还在加这一段 北部在守不住 你再讲一遍 这个你讲到这边 我们觉得很善意嘛 叫你侯友宜赶快去台北走一走嘛 对不对 到李明庙里面走一走嘛 新北市到台北市一桥之隔 侯友宜是在干嘛 走不进台北市吗 这就是 他一定可以走进台北市 但问题事情是 他走进台北市 如果没有庙来邀请他 没有地方的议员来帮忙去邀 至少陶冶去 林涛在这里 我再把这个图拿出来 因为这个图很重要 我要解释两个点 一个是60 一个是40 因为他在早前说 有60%的人希望下架民进党 对不起 这个所谓的就是不认同的部分 从来没有到60 所以说对于 认同 认同就是大家变成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这60是很遥远的 第二关键点是40 40你才有可能 有教牌的这个机会嘛 那是问题事情 现在连40从来都没有过 所以告诉一件事情说 所谓的什么团结大联盟啦 或者什么在野大联盟 对不起哦 从这个图形来看 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他连40%都不到 所以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问题来了 你继续谈这件事情 结果是什么呢 就该依赞用的 最后结果你就是往下 因为你继续谈人 这个团结大联盟 他们会怎么觉得 我直接跟大家讲 直接讲一句话 又是密室政治嘛 又是利益交换嘛 最后你们团灭嘛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郭台铭因为其实很多事情 没什么事情 所以他肯定呢 还会一个妙一个妙的败 所以对侯友来说 他的伤害只会越来越严重 对民众党本身呢 问题重重 那现在要跟国民党谈什么呢 那只是说呢 因为蓝白现在似乎有一个 整合的一个契机 请教林涛 怎么看 因为现在对于蓝银来讲 柯文哲愿意谈 所以呢 是不是一个利多 对于你们蓝军内部来讲 是会觉得世气大正吗 确实蓝白河的趋势 是一直在往前走 而且目前看柯市长 跟朱主席的说法 几乎这个蓝白河 已经快要成熟了 而且这个过程中 会更加速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蓝白河 或是说 为什么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 我刚才已经看 这个民调里面的数据 侯跟柯是下滑 下滑在哪里 下滑在蓝军自己的支持者 那为什么会下滑 因为还有一个郭总是这样 我们所有在走七层的时候 所有的民众会觉得说 你们三个在干嘛啦 吵死了 就是什么时候才要整合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民调 已经表现了 就是说蓝赢自治者 他是有点不耐烦 所以不管说今天新的民调 是柯第二 猴第二 我觉得都没关系 因为基本上 有时候人家第二 有时候人家第三 那如果不管 是均力敌 对 如果不管你第二第三的时候 你都愿意谈 那才是真的谈嘛 不然有时候 我是老二的时候 我要挑战老大 我老二的时候 我说大家来谈 那老三说 我不谈我不谈 那就没办法 让整个对话进行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有老二 有老三的状况下 大家还愿意谈 那是很有可能的 那我看到 现在柯文哲市长 他已经提出 要不排除跟所有在野的领袖 基本上就排除郭总是长 因为他不是政党的领袖嘛 所以跟朱主席的关系 今天这个陈志涵也出来讲了 跟朱有这个幕僚 有默契 而且有对话 我在这边也要证实 确实有这样的默契跟对话 已经在整合的过程中 在沟通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符合 来营支持者 或是在野大联盟的支持者 希望看到的方向 那我问一个实际好了 因为侯客两个人 都没有人愿意当父的嘛 那在这种情况要怎么谈 还是说你们觉得 反正先见面再说 对 我觉得那一杯果汁先喝再说 那深水区到最后 要谈怎么样的排列组合 我觉得后面的事情 那而且我觉得侯市长 在9月14号 大家觉得说 他访美的过程中 会有一个契机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 越到热战的时候 国民党的组织盘 还是会有一点效果的 因为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 比起来 还是国民党在组织的部分 比较有实力嘛 第二个 侯市长他这一次是 总统参选人 因为我说真的啦 为什么这个赖清德副总统 他的民调往上 因为他访美的过程中 也平平顺顺的嘛 那我们也期待 侯友宜市长 他去美国 也平平顺顺的 表达他的立场 而且他是 今年第一个总统参选人 可以进华府的 因为他身上 没有这些国家主权的 这个象征 所以他进了华府 所以势必他一定会加分 而且他去美国的过程中 刚好可能 郭榮市长正在联署 那800台的 这传任机在联署 那他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跟这个争议 离开一个防火墙 所以我都认为 9月13、14之后呢 侯友宜市长 他的民调 有可能会再拉回来 会拉回来 会拉回来 所以我觉得说 一方面 侯市长他就照他的节奏走 把民调拉回来 一方面 这个在野大联盟的整合 就继续进行 这是很好的方法 是 林涛当然对于侯友宜 要有信心嘛 因为9月14美 他们觉得应该是会加分 只是现在 蓝白河的一个情况之下 真的是会加分吗 我们来看 来内部的人怎么讲 蓝委复昆奇说 团结或是团灭 合作都不一定会赢 但不合作是一定会输 但为什么说团结或是团灭 为了怎么解读 是不是因为 高宏案子很多 所以有可能是到最后团结 会变成是一个团灭的状况吗 你总体来看的话 不论是郭台铭的民调 持续往下滑 而且柯文哲基本上是往下滑 甚至连侯友宜基本上也升不上去 这种三个情况底下被迫 一定要面临蓝白潭或白蓝潭 潭跟河基本上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 而这个即便要谈的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都在比美角 就是说到底是我找你们来谈 还是我被找去谈 所以说前面是郭台铭说要找大家来谈 然后当初的侯友宜的回应就说 我再去拜访你 意思是说我不是被你找去 我另外再去找你 另外还有包括柯文哲当初的说法是怎样 他说要有共同的这个理念价值 我们才能合作 就给他一个软钉碰 然后接下来现在柯文哲又怕被基层骂 说你不合或者他听馆长的话 我馆长叫你们谈 你们就谈了 这样子要跑出来要找大家来谈 基本上这三个人的心态都是什么 这欠少了 万一谈不成的时候都没有我的事情 都没有我的事情 就是说我有找你谈 我也要谈 到时候我跟泛男的支持者这样 有啊 我要找他谈 他不出来谈 求个交代 对啊 要交代一下嘛 到时候不要被支持者丢鸡蛋 支持者已经不耐烦了嘛 支持者不耐烦到看你们三个人的卡手 都已经转向去支持賴清德 或者打算不投票的情况底下 那你们三个人 这个三个小猪怎么玩得下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不得不谈嘛 假的你也要假一个 不管是喝咖啡也好 喝茶也好 喝果汁也好 都要坐下来 可是真的谈得下去吗 问题是真的谈得下去吗 谈得下去的结果 三个人的民调就可以拉起来吗 外面还有一个高宏安 外面还有一个馆长 如果你这个整个政党的价值 没有凸显出来 政策没有凸显出来 也就是你最基本的 做一个候选的政党或候选人 你的基本的东西都没有谈出来的话 你一直只是被的能声量 带着走的情况底下 老实说我认为柯文哲 已经没有失去那个政党的主体性了 我也看不出来侯友宜 朱立伦领导 国民党有什么政党的主体性 他根本都在霍西宁 还有一个个体户 就是包括郭台铭 他根本连一个政党也没有 而且也没有立委的包袱 而且现在不是候选人 再加上民调也是最低的情况底下 他还想整合别人 这个就是个体户 这三个都不太情况 都不同的情况底下 可是各自打了一个相同的算盘 就是我要当政的 我不想当负的 三个人唯一的共识就是说 我只想当政的 跟我不想当负的 在三个人都有共识说 我才能当政的 我都不想当负的情况底下 我问你要怎么合 只能谈无法合 这就是现在的情势当中 也就是赖清德的民调 会逐渐一直攀升的一个关键 你去看看白蓝盒蓝白盒 你知道看什么 看国清合的结局 国清合的结果就是国清一合 亲民党就不见了 蓝白盒一结合白就不见了 谁当负谁都不见了 白蓝盒蓝就不见了 而且后面还有很多技术的问题 白蓝盒或蓝白盒 都还有正副总统的搭配的问题 可是你遇到区域的立委 立委各自有提 民众党一个 国民党一个 那我要服选谁 立委没有正副立委 立委只有一席 那你要服选谁 政的发言权跟能量 当然服选能量比较强 所以当政的情况底下 他该党提名的候选人 当选的机会就比较大 所以另外一党的 当选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这就是为什么国清合 国在 清不在 蓝白盒蓝在 白不在 白蓝盒白在 蓝不在 洋洋的大党 国民党他可以接受 那个白蓝盒吗 不会嘛 你只要用民众党参选到底的 柯文哲 他愿意蓝白盒吗 也不会吧 所以这边咖啡啊 果实啊 看起来啊 还是增加国内的消费而已 是 好 来 美美姐 所以看起来蓝白 即使有透露出想要谈 想要盒 但问题是 现实来看 没有人要当负的 所以也许会谈 但是呢 可以预知 大概不会有结果 那另外现在我们看 柯文哲是不是也 渐渐被 一般民众也看出来 因为之前他到处演讲 哇 大家年轻人都觉得 他好有学问 好会说 结果呢 现在有工程师说了 如今他才真正了解 柯文哲啦 因为他在专访当中 提到台积电 科技业等等问题 柯文哲如果再没有做好功课 要瞎掰的时候 就会说这些句子 来掩盖 他心血的事实 比如说什么 所以是这样子的啦 台积电是这样子的啦 所以逻辑上是这样子啦 就他是准备 开始瞎掰的一个模式嘛 其实就是路遥之马力嘛 那大家就知道柯文哲永远是 他很会批评 你如果单单听他批评 你会觉得爽度很够 可是你只要再仔细一点 你就发现说 他永远不会讲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回答不出来的时候 他就转移焦点 甚至反问 用另外一个问题来盖过去 或者是像他这种样子 就是说 这个逻辑上是这个样子的 我看是哪样 我看是哪样 然后说黑龙洗肚子 你洗来洗去 其实我觉得716那一场 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重伤害 王婉玉那时候演讲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骂蓝绿都是垃圾 可是你跟中东镜 你跟谁都在一起 你们才成立四年政党 请问一下 你跟黑金的距离 是多么样子的近 那不要说什么 我们来看看 单单这边 我不要说他其他的党 你单单一个云林县党部 好不好 来我讲一下 云林县党部 民众党执行长 有涉嫌强盗暴力讨债 云林县的这个议员 民众党的议员 涉嫌恐吓危害安全罪 都照判刑 云林县党部 骨坑区主任 因为家暴 被核发保护令 禁止骚扰跟踪当事人 云林县北港区主任 持铝棒打人放伤害 也照判刑 这只是一个云林县 其他地方都有 人家说那个党部 是堂口 对 大家说变成堂口集散地了吗 然后你再看看 全党挺一人挺谁 挺高宏安 今天刚刚 其实林涛讲一个重点 你们说你们要喝咖啡 为什么因为基层不耐了 要听好他讲的四个字叫排列组合 我要请问大家 他们讲说下架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是一个价值吗 排列组合是一个价值吗 没有 你看到什么你知道吗 你看到是一群权力饥渴症的人 没有共同的理念 没有共同的价值 你也不知道他对国家的方向路线 他们有些共同的愿景在哪里 没有 但是大家喝咖啡 来 这来大家瞧瞧的排列组合 排列组合 把民政党扣下来 我们共享全力就好 你认为这样能够说服选民吗 这就是为什么美丽岛的民调里头 非常清楚的显示 在上一次说 你赞成就是用气宝这样的方式吗 上次就已经反气宝的高于气宝 这次更多了 这里面除了有各自候选人的铁粉之外 还有一个一点就是说 民众会不会看久连 看厌了你们这一出 你们搞了半天 你们就是要下架民进党 可是你们到底为了什么 你们有没有比民进党更好 我看不到 但是赖清德相对的 他昨天又接受访问 你问他不管说是能源的问题 不管说是国家的路线 主权的问题 和平的问题 对不对 国家的社会住宅问题 他全部都是有备而来 讲得非常清楚 我请问你 这些特质 这些准备 这些能力 这些内涵 这些担当跟使命感 你在侯友宜身上 你有看到同样的内涵吗 你在柯文哲身上 看得到一样的品质吗 你在郭台铭身上 你看得到吗 你没有看到 你看到这些人是什么 以前侯友宜是 连跟眼眶 可能握手都不屑 现在呢 要去巴着 你们以前不屑 牛鬼舌绳的 现在郭董 通通把他要拉拢过来 对不对 柯文哲现在呢 变成什么 堂口了吗 于宁县党部变成堂口了吗 那大家会怎么想 所以最后我要讲 我觉得他们这边讲话 柯文哲可以这样 我两个礼拜前 我跟易善就在那边讲 柯文哲讲话 听听就算了 没错嘛 两个礼拜前 我一定以民众党 总统候选人身份参选 到底两个礼拜后 什么都可以 转弯了 转弯了嘛 所以果然就是听听就好 那这个听听就好 在干什么 第一个确实 他们要做做样子 我们都已经 有尽心尽力了 巧不得是 表达这边不是我的这边 但是另外一个 我认为 其实柯文哲比较急 柯文哲很急 是急什么 因为时间对他非常不利 接下来 为什么他们只要提名时刻 没法再提名人 大家没法出来算 接下来 对 他头重脚轻的压力 底盘空穴压力会越来越深 然后他的民调再往下走 所以怎么办 我觉得他讲说 可以这样出来讲讲 各党派他故意这样讲 其实我认为他讲给郭台铭听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第一 柯文哲为什么要跟国民党谈 国民党可以拿钱给他吗 没有钱收买 第二 你跟国民党谈有什么好处 侯友宜会当富的吗 林涛你现在回答我 侯友宜不会当富的吗 国民党堂堂大党 怎么可能当富的 那柯文哲跟你谈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可是我觉得他在跟 他在跟郭台铭喊话 财神爷你不来是不是 我要去跟国民党谈的啦 跟各党派啦 没你的分喔 你再不来找我来不及了喔 赶快上车吧 我认为他有这样子 其实透露出他的心虚 跟他的心急 那至于国民党这边 也是说说就算了 为什么 对你们而言 你们没有共同价值 你们也不愿意当富的 你们说实在话 也提不出更高明的理由 但是你们只好现在应付应付 可是国民党内部 我认为啦 在这边麻花撞 继续下去的话 这个说说而已 但是如果算是喝咖啡 那我必须讲 那就是走位的咖啡 排列组合 只想精打细算 骗选票的咖啡 的确 依三兄怎么样观察 因为郭台铭 一直不愿意宣布参选 那恐怕对于 他的这个郭粉来讲 可能都为大失所望 这些粉还会不会继续挺下去 打一个大问号 有可能溃散嘛 不过至少他基层有在跑 比如台北市有在跑 而赖青的也在 这个跑台北市 但就很奇怪了 侯友宜不去跑台北市 这些属于蓝军的大本营 属于眼前的一块肉 然后侯友宜都不愿意去吃 到底怎么回事 侯友宜走不出去嘛 他除了新北市以外 他甚至连新北市里面 都有在内乱嘛 不是郭台铭 就是柯文哲 尤其台北市 更多的小鸡在挺柯文哲嘛 因为他们 台北市主要找媒体盘 所以他们会很重视 所谓流量 所以你看挺馆长 都是台北市的这些 这些要参选立委的人 原因就是他们很重视 所谓的网路的流量 很重视新闻媒体 但是这侯友宜这块 是没有办法 帮国民党的小鸡加分的 但是郭台铭 有的就是所谓的 92亿共识嘛 我说他们现在 三个人的主张 都其实差不多 一个就是侯友宜的92共识 一个就是 柯文哲的92%共识 因为是馆长说 他有92%挺柯文哲嘛 那92%共识 一个就是92亿共识 为什么说92亿共识呢 虽然郭台铭现在民调 看起来是最后一名 但是郭台铭其实讲出一句 我觉得是正确的话 因为他的票 不会在现在 而且不会在民调里面显现 因为叫做组织盘 所谓的组织盘是什么 组织盘就很清楚 从村里长到所谓的议长 这一个阶段 包含里面很多都是无党籍 尤其跨过淡水河 往中南部看 我们台南就好了 台南市议会有一半以上 都是无党籍的议员 这些议员根本没有党籍问题 而这些人 他们的动员 不会在民调里面出现 就是我从村里长 乡镇市民代表 乡镇长到议员到议长 这一整挂马上挂 他们的票都是 透过所谓的组织动员 一场一场办出来 动出来了 那个没有显示在民调 所以你看郭台铭 为什么现在只有郭台铭 柯文哲说 跨过高平息了 只有400人 他高平息 郭董为什么可以动出两万人 你不要觉得动这两万人 是很简单的 一台游览车 就是一个村里长负责 就是把他动出来 这些人会不会 在民调里面显现 不会 但是他们会不会出来投票 绝对会 因为只要这个资源一下去 就会所谓的 出来投票 所以郭台铭 很多民调是潜藏在 所谓的不表态这个部分的 他们不会去接电话 也不会去表态 但是他们有可能 因为资源下去 就会动员 所以郭台铭 现在就是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现在就是不断的造势 把所有的这个骂葬 都集中在他的背后嘛 第二个叫做登记联署嘛 登记联署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绑装嘛 因为你名单都交出来的时候 五十万份一个立委选区 就是八千份 那是非常可怕的名单 为什么他现在还挂看板 小鸡说我力挺 这些国民党的小鸡 国民党的小鸡 现在你们会被郭台铭 被宣传 虽然嘴巴里面说不要 心里是很开心的 因为那个看板要很多钱 也是在宣传 也是郭台铭力挺你 所以小鸡得到郭台铭 这些文宣上面的资源之外 小鸡何乐不为啊 对 每一个选区还八千份名单送给你 你要不要 要 八千票 太补了 很补 身份证 找有地址的 那些走破的 那些去早期站的时候 去拜访 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小鸡想要的所谓的资源跟想要的一个组织名单 所以他透过联署可以进行组织的绑装的动作 透过这个组织绑装的动作 他还可以拿到门票 现在蓝白盒 侯友宜跟柯文哲不愿意理郭台铭 你手上又没有门票 你没有门票 为什么要跟你谈 现在如果他联署五十万份 他才有上谈半桌的可能性 所以蓝白盒现在只是喝咖啡而已 是为了逼郭台铭不去联署 而且郭台铭的动作越大 联署的可能性越高 蓝白喝咖啡的可能性越高 但是会不会谈出结果 一定不会谈出结果 因为还有一个郭台铭 他们一定会等到11月 郭台铭正式拿到门票的时候 三个人才会真正的谈出一个结果来 但是会不会有结果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东西一定是郭台铭 接下来会去把以联署以战逼合的 一个最重要的策略 是 这瑞德哥怎么看 郭台铭到底有多少筹码 当然他淫淡很多 但问题是他的民调是最低的 那他现在有所谓的被边缘化的危机 因为蓝白要谈了 那郭台铭问题是民调低 可是资源又这么丰富 后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发展 很多的评论都认为 那么郭台铭的这个民调 越来越低 就是无称边缘化 然后好像在这局里面都不会选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环境却是 郭台铭的战股不断的在这个等于说 这个不断越敲越响啊 林涛说在桃园大十字路口 那个大堪板的地方啊 都已经standby在那个地方了 都已经先租下来 我问你 要选总统绝对不是250个啦 250个是冠市长的啦 好像郭雄有一个要选总统 要选郭雄市长就200个啦 你知道吗 所以他要选绝对 冠国家起来超过 我相信超过500个 到那1000个啦 白人可能没得到 他对他来说是一支咖喉而已 我讲坦白的嘛 我们大家都在讲92亿公司 那个是利息股利而已 他的财产还2000多亿 没有扛出来给你看 你知道吗 他请他撑一下 各位不要小看他的影响力 为什么呢 就算是5%都能够让 我没有办法当选 我绝对有办法 让你们都不当选 有这个能力吧 有吧 蓝蓝白不合 那你就 你就聚聚再见嘛 所以不要小看 郭台铭的影响力 为什么 你从他的那个看起来 8%到12% 都是从你们身上 瓜分过来的 你侯友在这边瓜2% 然后呢 柯雯哲这边瓜3% 然后不表态的又过来 他现在还没有宣布啊 因为算不掉 他怎么我不知道 各位要知道5年前 5年前 那时候2019年 那么那时候的韩国瑜 刚到高雄当党部主委 说要算 那时候谁下去高雄帮他 是侯友宜到高雄去帮他 你知道吗 是侯友宜去高雄帮他 然后去扫菜市场 带他去扫些 那时候韩国瑜 根本还无影响力 那结果没想到 你看媒体造神多厉害 特定媒体去造神了以后 造神几个月 韩流碰就起来 变成这个样子啊 我说坦白的 柯文哲卖东西都还不如韩国一件夹克 卖了一百万啊 所以媒体能够造神 为什么这样讲 各位不要小看那个823那天 他买三大报的半版 头版半版广告 还有电视广告 我问你选前三个月我全买 别人有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他一定有 我告诉你 国民党的侯友宜 也在网路上面买广告 那钱不晓得是不是进半出的 这个我不知道 我有看到嘛 但问题是他有这个能力 买一下广告 我问你 深蓝的讨厌侯友宜 现在本土派的 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大家在做法 对吧 也不支持侯友宜 那个包括张荣卫 包括这个延青标 包括这些人跟你介面 讲白了 应付你而已啦 大家一看那种互动都知道嘛 他在应付你而已啦 然后呢 可是问题来了 本土派也讨厌你 然后这个深蓝的也不支持你 那郭台铭也出来 我不知道之前有大概五到七% 是往柯文哲那边去嘛 那后来柯文哲一带 一直自爆自爆自爆了以后 现在民调已经节节败退了嘛 就是这样子嘛 那郭台铭出来会怎样 我不知道 不过郭台铭要戒掉一件事情 他一拖再拖 最后拖到 听说是要拖到九月 因为九月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郭台铭可以重返国民党 然后呢 侯友宜不是要去防美嘛 对不对 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很多的试作嘛 郭台铭必须戒掉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文宣太复杂 废话连篇 你看他的广告的话 虽然是华盛顿邮报的 那个相关的这个 中文版 但问题是太复杂了 他现在他昨天在骂民进党 还有那些东西 也都太复杂了 砰砰砰砰砰 四条五条 整个都出来 大致就出来 重点打击 这样才有用嘛 各位千万不要小看广告的影响力 千万不要小看看板的影响力 千万不要小看 有钱好办事的影响力 我说的有办事 你也是老人来嘛 人家倾斎老平宗两万人倾斎老 台南四千人 好友宜到现在有那些人出来吗 这就是他的影响力嘛 那至于我还是讲啦 说什么要喝咖啡 大家坐下来谈 没说就跟你说 我不要做富贵啦 不然叫那些人来做富贵嘛 不可能嘛 还没谈 就自己说人家不能有钱 但是我要先要谈 这一场大战